警方逮到机会 看到黄信贤犯在车上呼呼大睡 前往围捕 不要动 放手 开枪 贤犯睡梦中看到大批园警冲过来 还在梦问你们是谁 黄信贤犯先在彰化偷了机车 骑到台中四处闲晃 深夜时段经过南屯区万河路段 看到一台自小客车没有锁 直接上车大肆翻早 竟然发现汽车钥匙就在车上 随即偷车一路加速南下 绕了南台湾一大圈 根本启动偷车环岛模式 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追查 发现黄信贤犯已经绕了半个台湾 来到桃园地区 随即通报拦截围捕 但黄信贤犯没有配合 加速冲出拦截站逃到新竹 以为成功脱逃 而且整夜没睡就停在路边 在车上昏睡 警方调阅上百只监视器掌握行踪 趁机火树破窗成功带人 屏我躲见人